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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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這我開誓單 但是我沒有接喔 三張單 然後99塊錢 哈哈哈哈 哦 其實他兩張單99塊錢 可能我就會接了 三張單99塊錢 平均一張是33塊啊 哦那 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東西 看起來有點害怕 所以基本上來說 這個我就沒有接受 不過這是開市單 開市單我沒有接受 心裡面會有點怪怪的 又來一單 我看一下 這單可以接 開市單2.7公里 51塊 算了 剛剛那張沒有接 那這單就把它接起來吧 2.7公里 是取餐 跟送餐各一半 好啦好啦 晴光衝過去了 好啦各位朋友我現在在重慶北路 二段這邊 剛剛因為下雨的關係 那麼 Uber的系統又出狀況 丟一單這個 麥當勞管錢店給我 哈哈哈哈 從這裡 塞到管錢店 我剛剛沒有仔細看 因為我剛剛騎著去送餐 好吧算了算了 那就跑一段路吧 各位朋友我在全聯 好像是延北店吧 在這邊就是 發生超搞笑的事情 延北店這邊呢 有一單 那這個延北店的 等一下我看一下 哪裡啊 怎麼沒有寫區咧 萬華區 它用英文 去 這不理你咧 我快到那個客戶那邊了 我待會再講 好我現在要去 取那個 豆花莊的 寧夏夜市那邊 豆花莊 那我大概講一下 呵呵 那是這個 全聯 全聯沿北店 那那一單因為 是很多飲料 喔 等一下我看一下 這送哪裡 嗯 二十四塊錢 三味豆花 好啦 接 好 那麼 呃 剛講哪邊 忘記了 喔 全聯沿北店 那一單很大單 哇 飲料啊 罐裝水一大堆 那這個 全聯沿北店的這個 員工也很棒 就把它拆成兩單 那麼我就拿到了啟動一單 然後 我一看那個地址 就是滑開一看地址 欸 就在旁邊 喔 其實走路都會 呃 走路差不多 不到五分鐘的距離 就會到的 喔 那客人大概覺得 拎這麼多東西 也是重 就乾脆找外送 那我想說 哇 這單超棒啊 這麼短喔 短得不得了喔 四十塊其實也是賺到 沒想到我送到客戶那邊呢 我又接到一單 也是全聯沿北店的喔 哈哈 全聯沿北店 同一單 意思是什麼 附近沒有司機啊 各位朋友 附近沒有司機去取戰 所以重複派給我 所以這一單我就賺了八十塊 其實做得還蠻爽 賺得蠻爽的啦 這樣子 好啦好啦 廢話不多說啦 我去拿拓荒了 嗨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景州街 那我剛把手邊最後一單送掉了 然後現在目前是 就沒有單了 沒有單的狀況 其實說老實話啦 我這一次的燙獎 燙獎還差九單 哈哈哈哈 還差九燙而已 還差九單就可以拿到燙獎 一千六百多塊錢 給大家看一下 差九燙而已 但現在已經十點了啦 現在已經十點了 那我想現在單應該會比較少啦 那我現在是打算就 然後就 就繞到那個什麼林森北路那邊去看看 然後再往寧夏夜市走一走看看 那 那 那有單就接 喔 我想看看有沒有辦法拼 把這九燈拼出來 我覺得有點拼啦 我覺得順其自然啦 順其自然啦 那 反正現在是十點嘛 那我就到那個 吉林路 欸 我現在在吉林路啦 喔 待會我就往前晃一晃 然後那個林森北路那邊晃一晃 那真的沒單的話我就走啦 有單就接接這樣子 這是今天跑出來的 今天跑這麼多 喔 今天順其自然的 有點 有點莫名其妙喔 這樣子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是在寧夏夜市旁邊 那現在是十點 十點是五分喔 那我剛在吉林路 慢慢騎過來 路上沒有接到單 所以我決定就是 慢慢騎到寧夏夜市 這邊呢 我等到十點半 十點半 要是都沒單的話 那我就直接閃了回家啦 反正今天也跑了 二十八趟 不過其實就是差九趟 差九趟那個 不是一千六百多啦 一千兩百六 接到才剛講完 收單收單 我要去取餐啦 各位朋友 在太原路上面 結果剛剛呢 我其實收了兩單 那第二單夾單 其實只有二十四塊 但是呢 我呢 只賺到那個二十四塊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單的那個 鐵板燒 周造子鐵板燒 我到了時候還沒準備好 要等十幾分鐘 他是跟我抱十分鐘 但我看他 一直在弄客人的東西 我看十幾分鐘跑不掉 那我第二單夾單是那個豆花嘛 那豆花比較快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喔好了 那不然我就先這個 這個 先去取這個豆花 所以我就把這個鐵板燒 就把它鋸掉啦 這樣子把它取消了 不知道我還有沒有機會可以取回來 這樣 或是可能會被別人取走 不過沒關係 反正我就瘋瘋運氣 那現在是十點二十九分 這樣 那我剛本來想說 在零下夜市這邊等到十點半 沒有單我就回家 但結果呢 就等到單了 搞得我現在呢 就是 覺得好像 嗯 又可以到零下夜市去等等看 這樣 不過今天真的搞太晚了啦 真的是 今天 這樣子 到 快要到十一點了 有點太晚 喔 其實是 慢慢的開始覺得有點累了 這樣子 所以我在猶豫 到底要不要繼續在零下夜市這邊等單 哎呀 剩下八趟齁 剩下八趟 但因為現在是十點半喔 說老實話 現在這個時間點 對我來說是陌生的 因為我之前我沒有經驗跑到這麼晚 這樣 就是 之前我也是就是 嘗試 也頂多跑到快十點 十點而已 那第一次跑這麼晚 這樣 那我覺得 也可以是個嘗試啦 看看就是十點半之後的單量 就是十點之後的單量 大概是如何 這樣子 啊 所以現在等於算是一個測試 也蠻挑戰的 不知道接下來這八趟有沒有機會可以跑完呢 不過我是覺得順其自然啦 唉唷 單來了單來了 萌甲雞排 零下電送大桶 好 我要去取餐啦 嗨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這個雙連街跟這個景溪街的交叉口這邊 那我剛剛就是把手上單送來這個旁邊 還蠻近的 結果我剛接到兩單 先接了一單 萌甲雞排 那在等萌甲雞排的單的時候 唉 又近一單 這樣 所以就兩單 那 第二單其實是夾單嘛 疊單啦 管他的 反正就是兩單啦 第二單就比較便宜嘛 二十多塊錢而已 不過我是覺得沒關係啦 因為我現在有點像是在沖這個燙次 所以無所謂 那麼我現在就是 等於就是又衝了兩趟 那還差這個六趟 所以我現在就是決定慢慢的在騎回這個 這個 明夏夜市 看看 碰碰運氣 碰碰運氣啊 好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這個哪裡啊 平陽街 因為我剛剛又接到一單 東石 東石鵝岸 這樣 然後 送到附近而已啦 所以我現在還差四單 還差四單 反正我就 又慢慢的騎回 寧夏夜市附近 看看能不能再等到 疊單我也接啦 就四單而已 不過現在已經十一點十三分了 其實是有點晚 其實有點晚 我也不太知道 寧夏夜市到底開到幾點 反正我就是在這邊等嘛 等一等看看 好其實我看到攤商 寧夏夜市攤商已經陸陸續續的開始收攤了 我剛剛因為肚子餓 其實我還沒吃晚飯 本來想要買那個阿伯飯糰 結果來了的時候阿伯飯糰已經不見了 休息去了 然後又搶到巷子裡面這間阿伯飯糰 他也休息了 可能待會看看雞腳刺吧 雞腳刺的滷味 隨便買一點來吃 那現在 現在是 十一點十七分 我等到十一點半 要是沒單的話 我就閃人了 現在其實是差四趟 差四趟阿 哇 差四趟 要是真的跑不到就算了 因為 真的是沒有跑到這麼晚過 這樣 所以今天真的是一個 算是測試吧 這樣子 那麼 看是測試成功還是測試失敗 哈哈哈哈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新生北路二段 這邊的一個巷子裡面 我剛剛又接到了一單 零下夜市送來這邊 這樣 既然被系統帶來這邊了 那我決定 在這裡 晃晃看 因為這邊還有情光夜市 情光夜市現在應該還沒有休息吧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要再趕回零下夜市 但是我是覺得路途有點小小遠 這樣子 我會覺得有點不太 不太合適 不太合適這樣子 所以我決定在這邊等一下 我決定在這邊等一下 這加上肚子有點餓 我可能在等的過程當作 我也順便吃點東西吧 這樣子 好啦 那麼我現在就在這邊等一下 看看 這個 林生北路這邊 也沒有什麼單 這樣子 其實我看一下 我現在 應該是還差三單 還 還差三單 這樣子 沒有錯 我還差三單 所以我就在這邊等一下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林生北路上 剛剛我跑去全家吃了兩個飯糰 吃了兩個飯糰的時間 都沒單 所以我決定呢 現在就是慢慢的往 晴逛夜市的方向走 那就看看 這段路途上會不會有單 沒有單的話 可能我就慢慢的回四零囉 然後就 就 就算了 插三單跑不太出來啊 現在快十二點了 插十分鐘就十二點了 哇 現在 這樣子硬拚我覺得太累了 哈哈哈哈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農安期 那插三分鐘十二點 那我想這個 這三趟應該是跑不出來啦 應該這徹底斷單啦 所以我決定就下線 然後去 情況下一次吃個東西 因為我剛剛吃兩個飯糰不夠 今天真的是蠻餓的 餓了蠻多個小時 因為我就是忍住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 就 準備下線啦 今天呢 剛剛後來發現 系統它好像在運 不要在幹嘛 它在每個清燙號 那它這邊寫說 正在更新費用明細 請過幾個小時再回來查看 那也不要是幹嘛 不管 那我今天跑了這樣子 三十四趟齁 啊 我從 這樣四點多快 五點開始跑到 到 就剛剛 其實應該是十一點半就斷單了 啊 這樣子 那 請我看一下齁 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十十十一 七個小時 七三二十一 十星三百塊 有達到十星三百塊了這個 啊 其實也是ok啦 順其自然 然後想要做測試 然後看看能不能就是把它拼 拼出那個燙牆 結果還是拼不到 那拼不到就算啦 就差那三單了 好 那麼 就明天再繼續吧